大家好,我们在VA博物馆的中国馆 这儿呢,出现了一个呢,同胎掐死法郎的器具 看上去呢,异常的精美 两个奴隶拖着一个柜子 上面呢,出现了一只狮子 很多人啊,觉得这像是个香炉 其实呢,这是个冰箱 诶,此冰箱非笔冰箱 这冰箱啊,是不插电的老式冰箱 怎么说呢,看没看过,天龙八步 当时呢,虚竹躲在那冰库里边 那会儿的冰呢,就是放到这样的冰箱里边来使用的 这说起来呢,北京呢,还有个地名啊 和这有关系,是哪呢,冰窖胡同 当年的冰啊,只有贵族能使用 是什么时间呢,冬天等到湖水接的透透的时候 取冰,怎么取呢 用巨成的0.5平方米建方的冰块 放进冰窖胡同里边的地窖里边 把它保存起来 冰块和冰块之间呢,用草莲间割 而冰窖呢,是在地下半米之处身的 用青砖呢,厚一点5米到2米的青砖 作为隔热层 这样冰放下去之后,门上挂上棉莲 就能够保存到农历的5月到6月了 然后拿出冰来放进这种冰箱呢 给皇宫贵族们 还有权势大臣们呢 拿来呢,消暑用的 猜到了没有 冰箱原来我们早就有 只不过呢,不插电而已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